雖然說平常我們都會提起大家 一定要記得透過 iCloud 或者是 Google 來定期幫你備份你的資料 或者是照片 不過呢 還是有很多人 不對應該說是大部分的人 不願意每個月花錢訂閱 iCloud 來備份自己的資料 每個月叫他付 90 塊 好像就是要付 9 萬塊一樣 簡直會要他的命 還有些人會覺得說自己的資料放在雲端上面不安全 跑去買那種隨身碟來存你的照片 拜託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這個東西會不見 還會壞掉 跟雲端比起來他的安全度簡直是沒有得比 到了 2020 年的今天 你不想要每個月花錢訂閱 沒有關係 不想要把私人照片放在雲端上面 那也沒有關係 這邊要介紹給大家有一個更有效率 也更安全的備份方式 那就是去買一台 NAS 這就像買房子一樣 不想付租金給別人繳房貸 那沒有關係 你就去自己買一間 NAS 就像是一台可以幫你裝自己私人資料的照片 還有影片的房子 你不用去訂閱 不用繳租金 不用把東西放在人家家裡讓別人去偷看 什麼都不用怕 非常的安全又穩定 這台 ASSISTER 推出的 AAS 660 4T 就是滿不錯的選擇 它不只可以備份照片檔案 還能夠下載電影音樂 背後還有一個 HDMI 插孔 只要插上螢幕 就能當作媒體播放器 讀取裡面的電影 當作家中的媒體中書 另外還配有三個 USB-A 插孔 讓你可以去外接更多的硬碟來擴充容量 也可以去外接像是飾物機 印表機這類的產品 讓你更方便的使用 NAS 這個名字呢 會不會讓你覺得非常像一台冰冷聲音 難以上手的科技載機器 但其實它沒有那麼困難 你只要先選好硬碟 像我們這次選擇的是 4 顆 F-S2 的 PPSS 25 512GB 的 2.5 吋 SATA 3 NAS 專用的 SSD 固態硬碟 壽命是普通 SSD 的三倍 更能應付 NAS 需要不間斷開折 大量讀寫的嚴苛要求 而 SSD 跟一般傳統硬碟的 HDD 比相比 還有更快的讀寫速度 而且幾乎不會有雜音 也不用怕說晃動到 或是你在搬移的時候讓它壞軌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更安靜 而且更快速的工作環境的話呢 那 EPSUR 這款 NAS 專用的 SSD 算是一個蠻划算的選擇 但如果說你覺得大容量的 SSD 太貴了 AS660 4T 配有兩個 NVMe SSD 快取插槽 你也可以去使用 M.2 PCIe SSD 當快取 搭配 HDD 一起使用的話也會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有插快取的話 系統會自動把平常比較常用到的檔案放到快取的 SSD 裡面 能有效提升整體的上傳還有下載速度 算是一個兼顧大容量還有提升速度的方式 選好硬碟之後就是裝硬碟 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然後抽出托盤 把硬碟鎖上去之後再插回去扣上開關 啟動電源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像我們這種影像工作者 4K 影片的檔案動不動就是上百G 所以你會需要比較快速的傳輸速度 來共享大量的影像檔案 讓 NAS 搭配 SSD 還有快取 才能夠有更高的工作效率 無論是在辦公室內取用 或者是在家裡遠端工作 都會非常的方便快速 所以除了四顆 Apple 10 512GB 的 SSD 之外 我們還另外搭配了兩條 Apple 10 的 M.2 PCIe 480GB 的 SSD 來做快取 只要把 NAS 的上蓋卸下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快取插槽 拔出來然後鎖上去 插回去就完成了 順帶一提 AS660 4T 的快取插槽 在經過最新一次的系統更新之後 你現在不僅可以拿來當快取 有需要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額外的儲存空間 讓你有更快速的存取速度 甚至可以把它拿來做影片的剪輯 這部分我們等一下會幫你提到 裝好硬碟還有快取之後 按下開機鍵 這時候機身本身的小螢幕就會顯示說 你是否要格式化 可以直接透過面板旁邊的按鈕來操作 完全不用透過電腦或者是手機 這樣格式化就完成了 超級方便 那接下來我們就拿出手機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何做一開始的基礎設定 還有我們會在電腦上面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平常都是如何運用這台 NAS 好 那我們剛剛就是已經直接在按鈕 上面按了一下就直接做完格式化 它是預設直接用RAID 5 去做啦 所以說對於一般的消費者 其實直接按完這個按鈕 所有東西都已經幫你安裝好了 包含系統啊 還有一些簡單的設定 它全部都幫你弄好 那如果說你是更進階的玩家 想要用RAID 0 或者是RAID 1 或者是一些更詳細的設定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透過電腦去設定 那我在格式化完之後呢 就是拿出手機 直接去做使用者的設定 你要先下載好這個 AI Master 的 APP 點擊左上方這邊的加號 它會問你說你要用什麼方式 去跟你的 NAS 做連線 那因為我們都還沒有設定 所以直接用自動搜尋 那自動搜尋之後呢 它直接去搜尋你的 Wi-Fi 裡面 有哪一台 NAS 可以去使用 這邊就有顯示是 AS 660 4T 點擊它之後呢 預設的帳號跟密碼都是 Admin 點完之後 按右上角的登入就進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是要去把這個原本的 Admin 呢 直接先關掉 然後去開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使用者 避免其他人可以隨意的進出啦 點這個加號可以去新增 在這邊新增一個名稱 Simon 我們設定好了 然後下一步 這邊可以設定管理者權限啦 那當然我自己會設定成最高的權限嘛 如果說你是要幫家人設定 你還可以自己再去自定義這樣子 新增完成之後呢 這個使用者就已經在這邊了 接下來呢 我們到電腦上面看一下 有哪一些功能可以讓我們去使用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電腦的部分 電腦在開始之前 你要先到他們的官網 先下載這個 Control Center 的 App 打開之後 它會開始去對你的網路裡面 去搜尋你有沒有這台 NAS 找到之後就會看到這裡已經有顯示 AS 660 4T 你就用我自己的帳號 登進來 登入 那當然大家最在乎的就是 買了 NAS 我要怎麼去備份我的照片嘛 很簡單啦 就是你可以到這邊的 App Central 你要先下載一個 App 叫做 Photo Gallery 那現在最新的版本 你必須要去下載 3.0 的版本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先直接點擊安裝 好 然後安裝好了之後呢 這個 App 就會直接出現在桌面 直接點擊它之後啊 它就會開始自動 幫你設定一些你的資料夾的設定 全部點擊下一步 下一步 然後關閉 就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你要開始備份照片之前 必須要先載這個 AI Photo 的 App 我們就點進去看 那我們可以直接去搜尋 網內的這個伺服器 這裡就有 AS660 4T 點進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開始備份照片 旁邊有一個更多的選項 然後呢 把相片備份打開 備份所有的照片 然後它就開始備份你的照片 非常快速簡單啦 它同樣是可以去針對你的一些 備份的照片去選取 然後設定一個連結去分享 它可以去設定說在特定日期之前可以取用 比方說11月15 之前 對方可以使用 那過了這個時間 它就會把它鎖起來 那我們就直接操作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草莓冰的照片好了 我覺得這個草莓冰的照片很棒 要分享給威力 我可以直接點擊這個分享按鈕 這裡有寫建立分享連結 那這時候會幫我建立一個連結啦 那它這裡有餘期日 我就可以選擇說 我要到什麼時候之前餘期 我就設定11月15號完成 然後返回上一夜之後 你甚至可以去設定密碼 對方必須要輸入密碼之後才可以取用你的照片 這時候連結就已經複製出來了 我就是把這個連結直接分享給威力 它收到這個連結之後呢 就是必須要去輸入密碼才可以使用 而且必須要在我設定的11月15號之前才有辦法取用 過了之後它就會過期這樣子 好那除了備份照片之外 還有一些蠻實用的app 比方說它你可以去下載這個下載中心 它可以去幫你直接搜尋一些BT的種子啊 你可以直接搜尋 比方說我在這邊搜尋BT Spiderman 這時候搜尋好之後啊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啊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BT檔案 你可以自己去選 各式各樣跟Spiderman有關的電影都有 在這邊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載自己想要的電影 或者是音樂都可以 只要是BT有關的都可以直接搜尋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蠻實用的是這個Data Sync Center 它可以直接去串聯你的一些公有云 比方說Google Drive、OneDrive 或者是像是Dropbox 你可以直接去登入你的公有云之後呢 讓它們全部都互相串聯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就先選Google Drive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登入之後它會問你說你同步是要雙向還是單向 那雙向的話就是如果說Google Drive刪除了一個檔案 NAS這邊會跟著刪除 如果NAS新增檔案Google Drive會跟著新增 那通常我自己的習慣是會拿Google Drive來當一個備份的地方啦 所以呢我會選擇就是從NAS到Google Drive 就是單獨只有上傳沒有下載 選擇完成之後呢 點擊下一步 然後選擇你要的設定的路徑 這樣子我下載下來的東西 全部都會自動備份到我的Google Drive上面 完成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同步了 非常的簡單 好那NAS還有其他也是蠻有趣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作你的影音資料庫 我會推薦大家呢 就是直接去安裝這個Plex Media Server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Plex資料庫 它可以很完整的幫你把每一個影集電影 全部都是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整理 你點進去的話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部電影裡面的演員名單 然後點擊之後才可以看到這個主演 它演了哪一些電影 這個軟體呢就是真的有非常棒的實用體驗 你無論是在電腦上 或者是手機上 或者是在Apple TV上面 你都可以去 隨處隨地的去看你在NAS上面的電影 然後呢 再跟大家推薦一個 我們做自媒體覺得非常驚豔的App 它這個App 叫做 Assister Live 它其實就是拿來做直播用的一個串流的平台 你可以去把它串連你所有的社群平台 像是YouTube、Facebook、Twitch、Instagram、Restream 全部都可以同時透過OBS 再轉接到這個NAS上面去一起同步去幫你做直播 你可以去備份你的直播的影片 你可以在這邊開啟說 你要每多少分鐘備份一個檔案 你甚至可以設定說無限制 那你整個直播完成之後 你的檔案就會全部原封不動的幫你存在NAS裡面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去設定說 你在直播的時候所佔用的CPU使用率 如果說你會怕這個東西很複雜很難的話 其實也不用怕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叫設定精靈的頁面 當中都有非常詳細的去介紹說 你該怎麼去設定 我們自己實際操作下來就是發現 真的超級簡單的 所以說如果你是自媒體的話 非常推薦去試用這個App 看看 除了剛剛我們說的 它的 Assister Live 可以幫我們去多處串流不同的平台直播 作為自媒體 其實NAS更大的用處 是用來幫我們備份一些檔案 那這一台 AS660 4T 其實有支援 2.5GB 在我們內網裡面去傳輸檔案 可以非常快速去幫我們達到 2.5GB 的網路傳輸 甚至只要你去搭配 SSD 然後再去使用 M.2 的 cache 的話 是可以幫我們直接在上面做 Final Cut 的剪輯 然後做輸出的 我們先來實測一下 就是它在這個 AJA 上面實測下來是怎麼樣 我們打開 AJA 這個 App 然後選取這個 NAS 的位置 然後把它打開 直接開始測速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速度已經跑到 269Mbps 跟 267Mbps 的讀寫速度 那等於就是在 2.5GB 這個急速的上下在讀寫 我們是有直接用 Final Cut Pro 直接輸出一個 4K 12 分鐘 2GB 的檔案來測試 這個檔案我們之前在電腦上面輸出的時候 直接用內建硬碟跑出來的時間是 6 分 31 秒 那如果外接 SSD 來跑的話 會是在 6 分 37 秒 基本上兩個時間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把同樣的檔案丟到 AS660 4T 上面 透過 2.5GB 來做輸出的話 如果是安裝 HDD 沒有快顯的情況下 時間是 12 分 57 秒 裝了快取的話是 10 分 31 秒 在這邊我們就能看得出來非常大的差異 那如果我們把 HDD 換成 SSD 來輸出的話 速度會更快 在沒有安裝快取的情況下 輸出會需要 11 分 8 秒 那如果裝了快取時間會來到 7 分 11 秒 可以明顯看出快了不少了 我們前面也有提到如果直接用 SSD 組裝裂台櫃的話 可以用 M.2 SSD 組成獨立的組成空間 相較來說會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經過我們實際輸出影片 速度可以到 7 分 10 秒 跟原本的 HDD 不裝快取的情況下 比起來快了整整五分鐘的時間 當然說大家可能會想說 五分鐘沒有什麼感覺 但這個是在小檔案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輸出的是只有 2GB 而已檔案 如果今天我們放大把這個專案變得更龐大的話 20GB 相對放大 10 倍 那五分鐘就會變成 50 分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這當中的速度差會變到多少啦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是一個影像工作者的話呢 我會非常建議就是盡可能的 去讓你自己的配置 達到全部都用 SSD 再搭配 M.2 快取 會讓你的速度變得非常的快 好那今天呢就是介紹了這台 ASUSTER AS660 4T NAS 它可以幫你備份你手機上面的照片 然後還可以去幫你直接從 NAS 裡面的資料 上傳到 Google 雲端去做一個同步 還有你可以去同時在 YouTube、 Twitch、 Facebook 上面 一起去串流你的直播影片 甚至你可以直接透過 SSD 的組成 直接在上面去剪輯然後輸出你的影片 算是一台效能非常強大的 NAS 而且除了這些工作用的功能之外 你甚至可以用它來幫你下載 BT 的內容 然後把它當作一個影音中心 接上它後面的 HDMI 到電視上面就可以直接看電影 算是一個工作娛樂建具的機器 那我會把這款產品相關的連結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來供你們做參考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去看一看吧 那麼這就是本次影片的介紹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按下鈴鐺鈕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 APPLEFANS 我們下部影片見 沒有看到他們見面的影片 請怎麼一下 我來看所有電視 我來看所有電視 後 Verdx 我來看 sobie 你又有些額別